亚洲舞王罗志祥相信各位一点都不陌生 作为一个非常幽默的艺人 罗志祥在跳舞和唱歌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罗志祥自从加入极限挑战之后 充分发挥了他的幽默能力 综艺感确实非常的强 时常都会想出各种奇怪的点子 也会想出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 而在今年的极限挑战虽然有一点不景气 可以说是罗志祥凭借艺人之力 撑起了整个节目的收视 在这一季中确实让人比较失望 相信各位这一季都有看到 罗志祥带着自己的男团来到了这个节目 他们就是CTO 大家应该是比较陌生的 不过这个男团来到节目之后 罗志祥也是给予了不少的照顾 毕竟是自己力捧的男团 可是许多人都好奇为什么这个男团就是火不起来 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 大家都知道 今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的偶像团体 比如前不久的偶像类席生就带出了一批男团 而且基本上每一个都是颜值非常高的 非常符合现在许多人的口味 回顾头来看看CTO男团 实力确实是有 可是却输打颜值上 罗志祥依旧还是非常的看好CTO 在这里也希望CTO有朝一日能够获得人民的认可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